主爱的弟兄姐妹 祝内平安 我是永恒神父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上马斗福音九章十四至十五节 愿耶稣的故事平静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那时 若汉的门徒来到耶稣跟前说 为什么我们和法利塞人多次进食 而你的门徒却不进食呢 耶稣对他们说 伴郎岂能当新郎 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悲哀 但日子将要来到 当新郎从他们中被截去时 那时 他们就要进食了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进食 在圣经上是一种自谦自卑的表示 也就是在天主前低头的意思 从霉色的法律来看 每年只有一天 在七月初十的赎罪节 才会有公开的全体的进食 充君之后 为了纪念圣殿的破坏 在每年的四月 五月 七月和十月的某一天 才有进食 除此之外 圣经上多次提到的一切进食日 都是无周期性的进食 普通的进食 是以一天为限 至黄昏为止 但是也有三天的 七天的 三个星期的 四十天 或更多日期的进食 但是在安息日 和其他庆节 不应该进食 在圣经中记载 关于进食的动机 有很多 有为表示对爱人 或近人死亡的痛苦 而进食的 有为求天主祝佑 而进食的 有为求主 免除痛苦而进食的 也有为求路途平安 而提前进食的 还有为明了天主启示的进食 决策之前的进食 为求醉之舍 及补熟的 及补熟的进食 等等 进食虽然是很严厉的 刻苦行为 但不一定都有高尚的价值 主要看进食者的意象 是否纯正 心灵是否正直 耶稣曾教导我们 寻求虚荣的进食 是不会得到天主赏报的 无论在旧约或新约中 进食本身 是被视为美好的善行 进食 进食也是 引修式日常修行的方式之一 进食主要攻击的是 口腹的情欲 瘫痘的情欲 是战胜肉身 是灵魂减少束缚的方法 进食为修行有益 如无方法 盲目过度 也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进食不是只凭灵魂的力量 也要顾及到肉身的能力 引修师们留下的宝贵经验 值得我们参考 进食应该顾及到体质 年龄 性别的不同 区别用饭的时间 数量与质量 至于进食的精神 和刻苦的操练 为所有人都是一样的规定 意思是 内在的意向是一样的 外在的要求 却要因人而异 特别是为长期修行的人 更要严格遵守 比如年老体弱者 进食不止日落 就感到极度疲乏 支持不住了 清水煮菜缺乏营养 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的 蔬菜不加佐料 过分清淡 也不是人人都受得了 每餐只吃干面包 许多人也做不到 这个人每顿吃两碗饭 另一个人每顿一碗也吃不完 进食的作用 在于淡薄和自制的精神 不管身体如何虚弱 虽然实际上不能进食 如能严格克制自己的欲望 与身强力壮的人 同样达到了目的 进食的方式 如要达到真正的内在境界 需要长期的修行 而非只是守一次大小灾 所能达到的 所以进食的精水 重点在每一餐饭 只取适当的量 达到调养身体即可 切勿为了贪图口腹之乐 经验告诉我们 完全谢绝可口的菜比较容易 但为了某种需要准许食用时 还能够采取适当的节制 却不容易 为爱主 刻苦几天断绝饮食 比较容易 但因病必须应用时 还能保持适当的限度 却不容易 有两位年轻人 拜访了一位隐修长者 问他说 为什么在您这里 这样容易中断每天的进食呢 他打说 进食经常伴随着我 而你们则不同 很快就得离开 不能长久 把你们留在我身边 再者 进食 无论如何有益 如何重要 终归是自愿奉献 而完成爱德的义务 这是耶稣的诫命 必须执行 收留你们 就是收留基督 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现在为基督的缘故 招待你们 减轻了平日的进食 将来你们离别后 我可以随意用更严格的进食来补偿 伴郎 其能当新郎 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进食吗 可是当新郎离去后 他们就可以随便进食了 弟兄姐妹们 进食是心灵保持于天主密切关系的方法 愿我们善加利用 常常陪伴基督 愿天主祝福你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